想說叫那種連鎖的那種車隊 應該是會比較保障自己的安全 可是沒有想到居然是遇到一個 會情緒失控的司機 越講越害怕 公信女大聲叫了知名計程車隊出門 因為司機和鄰居發生衝突 一上車就把氣出在她身上 情緒失控 甚至還飆三字經 她嚇到趕緊下車 一直用台語一直碎碎唸很兇 跟她說我要客訴她 然後她一轉身就把錢往我身上丟 然後就開始標我三字經礦標 司機她是有做就是把安全帶拔掉 要下車的動作 對 真的很可怕 公小姐開門下車 發現計程車司機也跟著開門下車 她一時擔心 就趕緊上了一旁的機車 趕緊離開 機車騎士把公小姐 載到安全的地方 她立刻打電話客訴 車隊調查後 暫時將司機做出停機 一星期處分 在開會決定懲處 雙方上在一些 搭車有些認知的一個誤會 可能引起我們司機可能說法會比較衝突性的一個情緒性語言 這個地方我們對程哥比較抱歉 公信呂大聲擔心司機知道她家地址 可能會對她不利 每天提心吊膽 提醒民眾若遇到情緒失控的司機 盡量不要正面衝突 記下姓名和車號客訴 保障自己安全 記者林書嫌陳小喬 台北報導 記者林書寫 本日後